普京真的没说大话 俄军超级武器刚刚投入使用 领先美军五年 年3月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布国情咨文时公布了一系列新型战略武器 不仅给自己在接下来的大选加分 也证清了全世界 刚刚俄军公布的一则爆炸性消息 再一次佐证了普京所言非虚 5月6日 环球军事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 俄军实价配备比手高超音速飞弹的米格31战机 已经在执行试验性战斗执勤 并将视情况投入使用 美国方面称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有效手段防御这一超级武器 除非提前催发射这种飞弹的载体 由于这种武器的速度实在太快 目前所有的反导系统对它都无效 用俄美军事专家的话来说 相当于美国的脑袋上随时被俄罗斯拿杆弹拘顶住 这种滋味相信只有美帝自己知道 世界普遍认为 这种彻底改变战争规则的工具 全球大国下一步将争相开发 美国不惜花费巨资在全球部署了反导系统 防止敌国飞弹对它本土进行袭击 俄罗斯高超音速武器的出现 可以使它的反导系统全部沦为摆车 高超音速飞弹不仅能够轻易撕裂它精心编织的全球反导网 如果装上核弹头将让俄罗斯的核威慑变得更加可信 实际上 比音速快5倍以上的高超音速武器 美军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发 美空军在2020年远景规划提出 要实现一小时内打变全球目标的全球快速打击概念 不仅可以利用它进行核武器突防 还可以用于定点清除高价值的反恐目标 截至目前 美军除了依靠火箭发射送入太空的X-37B高超音速试验飞行器 还没有真正的高超音速武器被研发出来 然而让美国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种超级武器最终却被俄罗斯抢了先 如今已随时可进行实战部署 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上 美国如今已全面落后于俄中两个竞争对手 与高调的俄罗斯相比 我国在这一武器上的研发一直保持住谨慎的态度 2014年 国防部才公开宣称进行了高超音速飞行器飞行试验 另据美国情报机构表示 我国已先后进行了九次高超音速飞弹发射试验 并且全部取得成功 俄中两国在高超音速武器上的成功 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连续几次试验的失败 让美军方的这个研发项目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美国人将发展高超音速武器作为最高技术优先事项 计划在明年开始测试高超音速武器 不过美国媒体还是泼了一盆凉水 称美军在2023年前还装备不了高超音速武器 这意味着美军在此后的五年中 无法有效应对俄中两国的高超音速武器 即使几年后美军成功研发出来 俄中两国的这项绝技恐怕是不会停留在原地